当地时间8月22号中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勒陀利亚总统府 同南非总统拉玛福萨会谈后 共同会见记者 习近平指出 很高兴应拉玛福萨总统邀请 再次对美丽的彩虹之国南非 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我作为中国国家主席 对南非进行的第四次国事访问 25年来 中南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战略互信达到新高度 各领域合作全面推进 多边协作更加紧密 中南关系远远超越双边范畴 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和全球性影响 当前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南非也在积极自主探索 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我们见证了一系列 重要双边合作文件签署 我对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前景充满信心 中南两国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 我们要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 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 后天我将和拉玛福萨总统 共同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 我们期待同其他与会非洲国家领导人一道 剥划中非团结合作新蓝图 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拉玛福萨表示 南非人民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 为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 国家发展事业提供宝贵支持 并为南非抗击新冠疫情 提供大量医疗物资援助 将继续在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 和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努力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 共同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 相信这必将助力非洲推进工业化 和一体化进程 助力全球南方国家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